今天是专访到大家特别喜欢的 曾经的陶杰先生 我们今天讨论的 陶杰先生你好 我们今天就是继续进行的 我们的历史细节的这个专栏里面的 其中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做到第五次了 就是讲的是毛泽东 为什么会打罢蒋介石 我们在上一期的这个节目中间 也就是在第四季的节目中间 陶杰先生跟我们展开了他的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的宽阔 使我学习很多 思考很多 就是美国也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为什么不与这个当年留学日本的中国人 在中国的近代的历史上 扮演了与子重要的角色 那是因为在日本当时去一个思想波形的时代 急于进化 急于走向现代化国家的日本 当时候从欧洲 从美国 从各个国家接受了非常丰富的而且很多元的这些思想 而这些里面的思想有一些是非常激进的 有一些是理性的 有一些是浪漫的 有一些是非常现实的 而相对来讲美国的整个的国家的精神 成长比较理性 也许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们的这个二十世纪的中国 也是如此的丰富 那么但是日本这个话题 我当时准备做一级 后来看起来不行 我们需要做很多的级 一方面是日本在中国近代史里面的重要的角色 只想到今天 中国和日本的这种文化的纠葛 文化 这个彼此之间的一种复杂的情感 也是使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 包括我们注意到啊 这个这些年啊 中国的反日情节 在这个中国官方的宣告之下 那是这个这个非常的浓烈 但是另一方面呢 居然在中国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精致派 就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 认为自己所承办的国家 就是日本 包括自己的打扮也是这样 其实这个是极端的反应 真实的情况是一般的老百姓 到了日本去旅游 突然发现 真实的日本和官方里面所宣传的日本 完全不是一马上 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就日本的话题来请教陶先生 上一次我们在节目结束的时候 讲到了蒋介石先生 我们知道蒋介石先生也是留学日本 那么有人说呢 蒋介石先生在这个留日期间 他的学习的方向 那局限了他的真军事的指挥才干 他更加重视这个细节 不像一个军事统杀的这么一个族风 是不是跟他的留日的学习的这个科目 有一些关系 因为蒋介石第一次去日本是18岁 但是他去日本的那个时候 由于他是自己是自费的 当时去日本 日本是接受这个清政府官派的学生 所以他第一次去日本没有进什么正规的学校 虽然他想进 结果他学了就几个月的日文 然后正式的去日本留学是1906年 那个时候也是19岁 大概一年之后 他去的就是这个去的是日本的东京四官学校 那他一直在日本待了6年 除了在这个东京这个四官学校学习 还在这个高前线 一个日本的军营 一个马兵的军营里头 实习了大概一年 那么有人说像这个台湾的李敖 他自己的考证 他说日本人死坏 当这个蒋介石在东京四官学校读书的时候 日本人不教他 那个跟日本学生一样的军事诚实 只叫他是步操像一个兵一样 一二一一这样听口令 结果他什么都没学到 我想这个是不正确的 他在中京四官学校 他是有经过这个正规的军事训练的 但是这里头有没有这个教官 所以他跟他一对一讲课的时候 有没有把一些 他们日本人认为军事的经税 经续把他扣下来 不跟他讲 那么现在我们无从稀考 这一方面他在东京学得到这是什么样的学科 我想这个都是有档案可以稀考的 但是这个总的来说这个蒋介石在日本过的这个生活 是他对受日本的文化的影响非常深 他坐船去日本的时候 有一次他就在家板上 就是说看见一个人在土壇 土壇以后这个船上有着日本人就跟那个土壇的人说 说你去到日本你这样土壇你是会很丢脸的 因为我们日本人绝对不随便土壇 更不会在家板上土壇 要土壇就拿出手绢吐在这个手绢里头 这个是这个蒋介石去日本 在路上学到日本文化的第一课 这个对于他后来在中国 回来中国推展这个所谓的新生活运动 这个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蒋介石他不止一次 他接受采访也好什么也好 他跟人家说他这个军人的性格就是在日本培养的 因为这个日本人对这个几率 对这个守时 对这个自我意志的阅速非常严格 所以这个蒋介石整个人 他从这个在日本那个六年 而且他认识了这个陈其美 也在那边揭示了这个在东京 那个揭示了这个同盟会 知道了这个认识了孙中山 他从在日本那个六年 是从一个军事学校的学生 逐渐变成一个准军人 然后从一个准军人变成一个革命家 或者是革命者吧 也不能说革命家 在那里受到这个孙中山的同盟会的革命的思想影响了 就然后回国的 所以这个蒋介石对日本呢 他有一种非常从目的那种情节 但是他是这个性格是比较矛盾的 但是他也是个爱国者 他看到这个日本侵略中国 他也是非常的这个痛心 非常的这个愤怒 但是他在日本过了六年的这个军事学校 那个生活跟那个训练 他对日本人的民族性格 他对日本人的那种 明治为新之后的那种向上勤奋 那种上下一心的这种几率跟团结 他觉得非常的佩服 这个呢就这种反日跟这个从日 这种矛盾的心态 可以说贯穿了这个蒋介石的大半生 这个也影响了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对日本实行的以则抱怨 不向日本追讨赔偿 而且雇用一些日本的曾经清华的这个军官呢 作为他的军事顾问 在这个搅供的战争内战以后发挥作用 比方讲日本的这个刚春零次 就是由蒋介石特令 就是特设 然后转为这个国家的国军的这个军事顾问 所以呢 还有呢就1927年 这个蒋介石回到日本去访问过一次 那个时候呢他对日本的母校 或者是日本的一些军方的这个政府啊 这个高官说 他说日本呢是他的这个第二故乡 他呢而且呢 表示他对日本呢 这个东京次官学校那段的日子 非常的难忘 这个呢是毛泽东所缺乏的 这个呢日本人的那种武士道德精神 那种对自我的道德的要求 那种约束 形成了这个蒋介石那个军人跟革命家的这个性格 而且呢这一点的冲突的性格在蒋介石的日子里头 这个在这个日记里头啊都多有技术 在我们看蒋介石的性格内心世界 看这个日记是比较准确的 因为日记是一日记是他自己啊 这个内心的这个这个独白啊 所以呢这个啊啊 这个蒋介石也是对日本比较了解 所以呢这个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时候 这个蒋介石对日本人的这个心理啊 也有一个非常客观的估算 他就这种影响了他对1931年到1937年 这个六年啊这个关键的六年啊 他为什么忍辱负重啊 他说牺牲不到最后关头 绝不轻言牺牲啊 和平不到最后关头 绝不放弃和平 就是他对日本啊太了解了 尤其他知道这个日本的军方啊 啊这个军政府啊 尤其是这个关东军啊 后来就跟这个陆军跟海军之间的矛盾 然后整个日本军方跟这个日本啊 这个文官啊系统的矛盾 然后整个日本的这个陆军海军跟这个文官贵族这个不同的派系啊 那个当中的一个冲突跟天皇之间的啊这个关系 他是比较清楚 所以他一直啊啊不想爆发对日本的政变冲突啊 啊他想啊让外必先安耐啊这个是跟日本当时啊这个对对华的政治大方向啊其实是相当的一致啊 啊那么这个啊所谓的这个不抵抗政策 但是那个时候就成了一个共产党跟这个知识分子的啊这个反对这个蒋介石的一个借口啊 实际上他自己呢是有苦啊啊吃不出啊啊所以呢有有苦啊说不出来 所以呢这又到了这个台湾以后他能够马上跟日本恢复正常关系 前日的中日友好条约 而且跟日本后来什么安心街啦 佐藤荣座啦这些啊所谓的啊对在清华战争有血债的日本的政界人物 也信出的啊化敌为友啊 啊那么保持所谓的日中清善 确保东亚和平这个变成了他以后台湾奠定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一个重大的基础啊 因为蒋先生他留学日本 确实这一种经验您刚才讲呢 反映了他一种矛盾的心态 事实上在国民政府内部很多人对他是不是真的抗日也一直有所怀疑 一直到看了蒋先生的日记以后发现他还是真实有这个这个 要要抵抗日本的这种决心 但是就是说您刚才讲的就是实际上他是很矛盾的 他确实有一方面是很沉浸日本 但是另一方面呢 又对日本在中国操线的这种灾难呢 跟中国当时的国民心态也是一致的 那您觉得这个当时的日本有没有考虑到蒋先生这种 他在日本留学的这种经历去想办法去联络蒋先生 那么在抗战初期他们有没有一些秘密的交往 这个呢日本人对蒋介石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也相当地掌握 我不认为李敖说他到了这个东京士官学校 日本人就不叫他 他上学是跟日本学生同一个教室的 又没有跟他隔离啊 这个不让他上课是怎么可能呢 但是他这个实习啊在这个高前线 他这个倒是干了一些粗活啊 这日本人有没有让他真正的实习呢 这个有点的怀疑啊 据他自己的技术 他在那个高前线呢 去去清洁啊 那个那个马房 这日本的战马啊 就寄养的地方叫他去洗啊 去洗洗垫洗刷 如果他这已经是在士官学校毕业 作为一个军事毕业生 要他去干那种粗活 我觉得就有点的大材小用啊 这不应该的啊 这个应该是给没有上过学 但是在这种小兵呢 在军队里头学习啊 行军的时候让他干 所以呢 这日本人对于这个老蒋啊 他懂得多少军事这个知识 而且最重要对他这个性格 应该有一点的基本的了解啊 所以呢 在1931年 这个张作霖啊 这个在黄古城被扎死以后 1931年这个九一八事变啊 那个时候是成立了这个满洲国以后啊 这个到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 这个老蒋一直是忍辱忍辱负重啊 有没有跟这个日方那边交往呢 这个当然有 他这个当然是那个时候是总裁吧 中华民国总统啊 那个时候这个 这个日本的政局啊 也是不是太稳定了 经过了什么全养裔啊 那些文官出身的这些首相啊 被行刺 而且呢 他认识全养裔啊 大卫重信啊 这些人 这些人呢 也是跟孙中山在这个日本成立同盟会的时候啊 这个来往非常密切 所以应该这样说 这个啊 在一从1931到1937年 蒋介石看到这个日本的陆军呢 这个势力不断的膨胀 而且这个关东军具有了东北以后啊 就上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 对于当时后来1936年37年 那个时候日本首相是贵族出身 就是红二代敬畏文旅啊 敬畏文旅呢 是对这个关东军的势力啊 是压不住的 压不住长岸 而且后来这个关东军1931年 就是成立这个满洲国以后啊 他们逐渐的向这个东北的内陆啊 不断的开脱 开垫啊 而且呢 军费啊 是可以自给自足 然后关东军的胆子啊 啊就扬大了啊 然后呢就对开始对日本呢 这个中央的对华政策 指手画脚有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方面 那蒋介石是干召集的啊 那么后来他又跟这个什么 梅金啊 这个梅金美智郎啊 这个关东军那个系统的啊 叫何应亲叫他出来 签署了这个和美协定啊 因为他非常清楚啊 日本的政策那个时候他很清楚 日本呃 但是关东军那班人在外面乱来啊 这个日本中央政府管不住 但是关东军有一个很大的借口 就是苏联的扩张非常厉害 尤其是在这个满盟跟中国这个华北啊 我们都说内蒙那个书是什么 草哈尔虽远 若和这三省啊 就跟这个蒙古啊 那边就连着西伯利亚 日本当时的这个军部啊 这个借口或者说这个理由啊 就是说我们并不想灭亡中国 我们只不过看到孙中 这个孙中山成立民国跟蒋介石北伐以后 华北啊他不是太守得住 啊因为华北啊是我们这个日本呢 要抵御这个苏联扩张的一个啊 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这个这个领域 如果你这个蒋介石没有能力固守华北 最重要的是这个共产党啊 在这个长征 以后在华北建立了延安根居地 延安根居地就跟这个散干林兵区那边打通 就变成跟斯大林直接送命令 所以当时无论是日本军方 还是日本政府跟蒋介石 在那几年当中有一致的利益 就是要联就是说联联合日本去先浇灭共产党 但是这个蒋介石所以做他做一个政治家 当时啊他分得出这个主次 他是主次分明的 应该这样说他对大局啊在那个时候是看得很清楚 他知道日本的军中一些极右的势力 绝对不以这个占领华北或者占领东北而罢休 他们这些人会有野心 但是他想第一 确实那个时候要跟日本联合 第二希望日本的政府在东京会对这些军方的势力有所制约 当然后来海军冒出来了 跟陆军有很大的矛盾 但是不能形成对这个陆军力量 尤其是关东军为主 这个日本在中国的军国主义的势力 这个任何有效的制约 所以呢就后来就发生了这个西安事变 但是从这个31年到37年 斯大林这个支持这个中共 然后中共的这个地下工作 尤其是在这个各大学 比方讲这个北大上海大学 这些什么天津南开这种学生会 就是说散动起那种这个民族主义 然后就说这个蒋介石要当石敬堂 是不是要当勤愧 是不是要求和 或者是当那个宋高宗赵构 然后这种非黑即白的这种爱国的情绪 很容易在青年人和那个知识分子当中 把他扑动起来 所以当时蒋介石非常为难 再加上这个张学良 这个西安事变把他一抓 然后就全国这个舆论相当的沸腾 然后这里头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 结果也后来这个日本人也实在不争取 发动了这个七七事变 到那个时候没办法 这个蒋介石只有发表这个卢山谈话 全国焦土抗战 一寸三合一寸血 十万青年十万军 那个时候就蒋介石的真正的这个爱国性 和那个作为一个军人 中国军人的原则跟那个气节 就在1937年七七 这个事变以后 这个卢山讲话就完全表露出来 一般中国人认为 就是西安事变完全强迫 这个蒋介石改变了他的抗日历程 所以中国的 中共这一边基本上把西安事变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战点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张舍良的角色 现在有一些反共的人认为 张舍良是千古罪人 如果没有西安事变 那么这个可能中国跟了党 就不会那么后来有壮大的机会 而西安事变被认为是 中共的一个关键的转战点 使他们得到了这个生存的空间 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确实是 因为这个自从中共在延安建立军 根据地以后 这个已经是只剩下了七八千人 到最后在这个延安 蒋介石汇集这个国军 只要尽最后的努力 最后一把就能够 一下子就能够把延安的毛泽东的势力给卡死 那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南清 还在板州国 当然这个势力已经渗透到这个河北 但是这个苏联就利用这个形势 毛泽东周恩来 那个时候他们在道德高地上绝对是占上风 民族主义 是不是 这个兄弟应该共同联合抗日 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故意不说 曾经一度长期宣传 说蒋介石国民党是中国反动地主阶级 买办阶级的代理人 个总代表 那个时候就说国共是像兄弟一样 应该枪口一支对外 那个时候共产党是有占有这个道德高地的 在舆论上蒋介石是绝对吃亏的 我们到今天看到什么松花江上 918918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那个歌声非常的悲壮 很高亢 就实际上起了这种四面楚 歌的作用 那个时候松花江上这首歌 还有那部电影 那个时候是由金山这个演员当男主角 松花江上这个电影跟插曲 还有当中可能东北人淋陷以后 这种民歌了 什么高粱叶子 亲友亲啊 亲友亲啊 这个9月18赖了 这个日本兵啊 杀人防火 曾师兄啊 哇这些 唱得 这个民间呢 富如皆知 所以整个抗战 对日本侵略的那种悲愤 是全国的主流 包括蒋介石的内心 也知道 但是他屁股坐在 这个总裁或者是领袖 那个位置上 他要向共产党后来说的 顾全大决 对不对 好像今天 好像今天 很多中国大陆的这种粉红 觉得美国川普欺负的我们 欺负成这个样子 我们也应该马上解放台湾 对不对 你说现在解放台湾 中央军委主席 会不会听着你们这个话 真的去这个动手呢 这也会有不同的意见 对不对 所以也暂时呢 现在这个势力比较圆熟 现在动手啊 不是太适宜 但是 现在你看 美国人公开跟这个蔡英文勾搭 此时不动手 更待合适 所以在处在这种位置上 最高领袖是比较吃亏的 如果你少一优异 这个对敌人的怒火就反过来 就烧在你自己领袖的头上 说你是不是软弱啊 是不是卖国啊 这个是不是要当这个宋高宗啊 是不是怕了敌人啊 因为你知道中国这种情绪啊 这种反应不就是这个样子 再加上那个时候 这三十年代在中国的 中国的这以上海为基础的电影 戏剧文艺 基本上都是白区那个地区被共产党渗透 所以这个舆论的压力对蒋介石非常巨大 刚才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而且我还是忘了追问你一下 请教你一下 就是蒋介石先生在日本接受的这种军事顺利 是不是一个很低阶的这种 士官所学的这种顺利 影响到了他后来作为一个统上的指挥的才干 应该更加具有大的谋略啊 而不是像蒋介石这样势必更轻 或者而且是越级查守一些军事指挥 这个我想是跟蒋介石个人的性格很有关系 我不认为他在日本东京这个士官学校 日本人故意叫他一套 打了个九折的八折的 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太认真 他他像日本人那样太注重细节 但是同时他这个人比较不是太会用人 或者用人的过程里头 由于受了北伐的影响 他北伐的时候是继承顺中谈 而一直打到北方 然后跟这个北方的军阀都交过手 在前面有过一段的恩怨 比方讲这个冯玉祥啊 严锡山啊 这个什么吴佩福啊 这个啊 这些军阀啊 都是后来都是被这个蒋介石成功统一 但是心里服不服蒋介石呢 这个当然是另一回事啊 我们都还有这个西南的这个桂系 是最最重大的问题 这个广西云南 这块特别的不服气 这个龙云 这个李中仁 白崇熙 但是还有这个广东的这个一大批 张发魁 这个李汉魂 还有这个薛岳 结果呢 这个孙中山相信的只有是广浦军校 是第一期第二期 他自己的提醒 比方说他最相信的是什么 陈诚啊 是他的心腹提醒 还有这个汤恩伯 顾竹童 这个汤恩伯顾竹童呢 是不是在不是太会打仗 但是也有一批像邱清泉 这个邱清泉 还有这个什么张宁浦 杜律明 黄伟 这帮人 也是受蒋介石重用的 王耀武 山东人 王耀武 这帮人呢 也在这个常德会战 台儿庄 包括这个李中仁打台儿庄 王耀武打这个常德 也是给蒋介石拼命的 所以整个过程里头我们应该说 确实中日双方的这个军事实力悬殊 包括这这个军队的人数 还这个武装的这个配备 实在的中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准备好 再加上孙这个蒋介石是军事委员长 唯一他一个人 他指不是太容易相信人 最错误的就是这个松胡 松胡会在 就是第一次他要向国家民意交代 他把主力部队投进去一大半 死守四行窗库 结果一八百壮士 结果那一仗其实败得很惨 我认为这个你不需要在士官学校拿到这个什么优异 你看看这个地图 松胡那边为什么特别难守 全是平原 而且这个铁路经过这个平原 很容易受到攻击 如果在开战的时候 你这么用这么大量的主力部队 跟他这个明拼 日本还有这个轰炸机 那个时候上海杭州这个无锡苏州 这一代全是经济农业最发达的 其实他好赌那一首813炮火一响 他好赌那一首是赌书以后 那就然后整个南京就陷落 他守南京的时候 他又把不是他的嫡系的唐生志 把他往上推 结果唐生志知道你蒋介石 他想这个借刀杀人 结果他就不打了就溜了 结果他后来就撤到这个武汉 然后才撤到重庆 这不能不说这个蒋介石第一 他手下不是没有能打的这个将军 而是实在你 你要兼顾这个日本呢 这么厉害的敌人 而且你要守住大江南北 这么广阔这个领土 而且后面还有共产党 以蒋介石一个人的能力 智力和精力 他一下子应付不来 我就认为是这样 而且胸心不够不够广 你有时候你放给这个王耀祥 或者是什么白重洗或者邱清泉 你就让他们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也有矛盾 不同省级不同的派系他们也有矛盾 这个矛盾到最后内战抗战以后 这个所谓解放战争中就表露出来 您这里讲的很对就是深呼会战在那种平云之地 它更合适于现代化的大规模作战 如果你的装备你的整个没有准备好是很难的 我有一次我去这个不害山区 那我就了解了铁拖为什么能够战斗 因为那都是山区 你现代化的军队根本没办法发挥对不对 没办法发挥 所以其实蒋介石他未必不知道 但是你七七抗战那个时候逼着他没办法了 因为日本人就从那攻进来 你有什么办法呢 日本人那个时候真的王八蛋 他对这个中国是那个时候是完全是不留情面 事情做得很绝 船间泡利你没办法 而且那一大片的这个长江中下游平原 根本没得手 没得手啊 你们今天我们今天到这个太湖啊 到这个南京啊 这个扬州一带啊 都看见都是田 都是一些小山一些小丘陵 根本没得手 结果你跑到武汉以后也没得跑啊 也没得手 进了重庆可以了 四面都是山啊 然后这个西南日本人攻西南也攻不进 只能用这个轰炸机对不对 所以到后来啊就打这个印字半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理本身啊地理啊 这是对这个军事部署是个第一要考虑的因素 然后才是军队的调动啊 军队的调动 我们应该打一场仗我们都知道 并不是说日本人来来10万 你有10万就能够抵挡的 不是10万对10万 尤其是你这个后勤很重要 这10万以后还得有这个20万 还有这个粮水粮草啊 还有这种粮食啊跟其他这个武器装备 还有这个这个医疗 还有这个流动的这个这个救护人员 你怎么跟日本拼的那个时候 日本人还有这个轰炸机啊 还有这个轰炸机还炸 还放这种这种细菌蛋 他就在杭州就在浙江 这种你最富饶的地方 他放这个这个鼠溺的这种细菌蛋 你怎么吃的笑啊 结果呢他在这个黄河 还有在这个黄河花园口 没办法了啊 那个时候也是平原啊 那个地方也是平原 他只有把这个堤壩给炸掉 哇一炸掉这个黄河水这个水淹 结果呢自己淹死了 呃七八万人啊 而且啊把田呢都淹掉 结果怎么呢 田淹掉你的农作物也失收 结果搞出了这个1942年的这个大饥荒啊 所以这方面呢这个时候我老的时候 我们今天看这个蒋介石日记 再看这个中国的这个历史书 我觉得这国运实在是不好啊 啊 中国什么地大物博 再加上他这个地理环境 在这个汉日战争变成了烈士 不是优势啊 地高西北 然后呢地低东南 如日本人偏偏就是从东北那边打过来 从东北那边啊 啊这个平津那边打过来 啊你怎么跟他打 没得打 对不对 再加上你这个道德高低 又被共产党占领了 舆论在共产党手上 他最多在这个华北啊 只有些游击队啊 这你这个全的登俄破火 你把主力军队正面的去跟日本人的炮火 只有成为炮灰 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您刚才讲的 他深呼呼呼战他不打也不行 打了又是毕霸对不对 他不打也不行了 不打不行了 不打怎么行呢 只有摇摇摇啊 啊把自己的子弟兵啊 这个最精锐的部队送上去啊 啊那个真是哎呀非常惨烈啊 啊我们今天看了都觉得这热泪盈眶啊 啊太惨了啊 啊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中国近70年啊 啊这个历史现状的种种啊 我认为日本呢是要负第一责任的 日本啊其他的就当然就苏联了 这个没话说啊 啊苏联的你扶植了共产党 但是你日本在最不适当的时候 对中国发发动最不适当的侵略啊 我们今天看了啊有很多常识的问题 你轰炸这个重庆也轰炸上海对不对啊 也轰炸汉口 为什么你独独不轰炸 轰炸这个延安呢对不对 你这个轰炸机在延安对着些什么窑洞啊 投石来个炸弹 不就完蛋了吗对不对啊 你不是说替跟蒋介石一起一起啊 联手防供吗啊结果没有啊 为什么因为关东军 因为这个陆军啊 跟早期啊这个日本禁卫政府啊 啊啊这个啊这个啊 战略啊不一样啊 他后来发疯了 他认为既然打到这个华北啊 席卷华北是这么容易 他觉得能够吃得下整个中国啊 这个完全是发疯的 960万平方公里有这么多城市 这么多县城这么多村庄啊 有有的是高山有的是丘陵 你日本要动用多少兵员来助手 全中国数以万计的这种城市县跟这个村庄 而且在当地要成立政府呢啊不可能的 到已经1942年41年12月8日 你对香港发动这个侵略战 成立了一个日本政府你好啊 他派了一个叫鸡骨连接的 坐进香港的总督府 成立一个日治的政府 香港这么一小地方可以 全国这么多这么大 山东江苏江西安徽湖南荷兰 你怎么吃得下 这不是发神经了是不是 所以这个当初蒋介石没想到 他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疯啊 他想你这个占了满洲国就算了 他在跟这个晋卫那边暗中就联系 我这个暂时承认现状 晋卫也跟对他的晋卫首相 与他的谈判的过程也说 其中一个条件你要永久承认这个满洲国这个现状 这个让蒋介石很为难 他不是抗拒承认 但是我公开不能这样说 这等于是卖国啊 因为你中华民国的版图确实是包括了这个东北各省 是不是 但是这个你看中华民国的这个地图啊 有一个省叫松江 黑龙江东部 松江旁边是黑龙江 然后下面是辽东辽西 查哈尔 这个是中华民国的行政地图 你把这些都给占了 而且要我承认这个满洲国永久承认 这么一大的一块的地方 我我蒋介石啊 我怎么能够公开这样啊 所以这个日本人自己是太不珍惜 我觉得事情做的太绝了 到了今天他们吃这个承受这个苦果 到了今天还没有承受完 嗯 您刚才讲了这个日讲了一个很好的观点 很好的观察就是说 我同样想起来中国人为什么叫日本 叫小鬼子 日本鬼子小日本 你不仅仅是在地理上去鄙视这个日本人 跟重要的是我中国这么大 你日本人吃得下吗 你吃不下 对 并不是说日本的这个文化不先进 并不是说这个日本呢 不够这个这个明智维新的不成功 而是这个完全是个常识问题 懂得你不要说全中国 你半逼江山你也吃不下 你打赢的时候得占领的 对 占领以后啊 你不能够把全国什么占领区的人民给杀光的 你要养活他的 你要有经济活动的 好 当然你占领了上海以后上海变成孤岛 上海的经济基础比较深厚 上海你照样让他开跑马场股票市场 工商业做生意他就能够自给自足了 但是其他河南怎么办 这湖南怎么样啊 四川你怎么管啊 对不对 他完全没有那种全盘的这种这种战略 所以关东军那帮人完全是个发疯 到那个时候日本那个时候 这文官的事已经完全通通的不行了 515政变以后 后来这敬畏也得下台了 然后就一届一届都是日本的这个军人 当了这个当了这个首相 然后这个天皇那个时候 三十岁不到 是个小辈在这些曾经参加打过日俄战争 打赢的这一帮长辈面前 开育前会议长辈都是五六十岁 那个时候这个育人才是二十七八 虽然在地位你这个地位上育人比他们高 但是日本人都是讲辈分的 你这三十岁不到在那些五六十岁的 酥酥薄薄面前只有公共敬意 好好打打打 签签签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连串的不信一连串的误判 一连串的不信造成了今天这个恶果 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有没有 就是3月中共仪式这么攻击蒋先生 但是您觉得蒋先生心里面有没有做个安排 您准备逃上日本 今天我相信是没有的 从他的日记我没有发现他最终投降日本 有这个打算 他会有某种的消息的心理 他最希望英美能够还手 他一直在拖 从31年一直等到37年 再等到1941年才等得到 他我认为他蒋介石当时对国际局势整个评估 还是相当的合理的 那个时候满洲国成立以后 那个日本还非常的嚣张 那个时候没有联合国 联合国的前身就是国联 国联就是英国人支配作为主导 但是英国人没有那个对日本没有那个正义感 英国人是亲日的 在那个抗战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战 英国跟日本大家是这个同盟 而且签署过英日联盟 所以就是以这个英国为主导的国联派的代表团来满洲国参观一下 回去发表个报告书说表示一线 这个遗憾 对这个日本侵略这个满洲国表示遗憾 但是并没有干预 那个时候的国联非常的软弱 那个时候这个蒋介石确实是诉诸国际 但是国际并没有理睬他 因为非常的限制 直到这个罗斯福上台 等到偷袭珍珠港以后 蒋介石才知道 时来运转了 正因为是这样 1937年这个全国抗战以后才有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这个汪精卫 还有那个包括那个时候的胡石 胡石也是低调俱乐部 他认为打不过的 早期的时候不要乱宣战 不然的话只有老百姓牺牲 我们军队牺牲打不过 这个叫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跟蒋介石的判断其实是一样的 打不过的 不要打 现在只能忍辱负重 拖 拖到这个英国跟法国来帮忙帮忙我们 美国帮忙我们 结果你拖 这英美为什么要帮你 啊 落入强势 森林定律 达尔文主义 结果呢 这个等到这个希特勒 1939年9月1号 他们那边开打了 英美还不来帮 不但不帮 逼于这个日本的压力 丘吉尔把这个电免公路给封了 到最后 这个真正的转列点是日本外相松刚杨佑 决定日本跟德国结成主心国 那个时候形势开始翻转了 啊 所以有此一说 好像说唐人写的那个精灵春梦 就一口咬定说汪精卫到南京主府 是跟蒋介石两个人 唱双簧 啊 就蒋介石觉得这不行了 啊 这个汪精卫见蒋介石的时候也是这么表示 啊 胸为其异地为其难啊 啊 我只有发挥灯而扑火啊 啊 这个精神 你不谈我去跟日本谈吧 啊 啊 蒋介石对此并无反应 哈 没什么反应 啊 结果就是因为 啊 后来这个1939年 这个 汪精卫从欧洲回来以后啊 啊 结果看见这个精卫 对中华民国发表宴殿 结果他就不信了 这个时候这个机会你要抓住 啊 日本人只是跟我们想这个联合反共 因为这个汪精卫啊啊 啊 虽然早期是这个左派 但是后来成了一个西山会议派 是这个党内的右翼啊 啊 他认为应该跟日本人呢 换合一下 但是蒋介石那个时候没反应 结果呢他晚上就偷偷的 离开重庆就跑到这个昆明 隆云呢去接济他啊 啊 结果晚上就偷偷溜了 然后又从昆明飞到河内啊 本来他在河内啊 就在住啊 还在观望 不敢 因为你这样公开啊 呃 宣布分裂 你是中国民国副 国民党副总裁 第二号人物 然后如果你宣布要跟日本谈 这个是非常呃 震撼的大消息 结果呢 这代理就派了几个特工 从重庆潜入河内啊 啊那个 王精卫在法租 法国区间那条街叫高朗街 28号住了一个房子 一个洋房 这个洋房今天还在 今天还在 这个前面跟后面两套房间 他那个时候带了个秘书 他对这个秘书感情 叫曾仲明 曾仲明是个大才子 留学法国 里昂大学啊 给他写这个呃呃 讲讲稿啊 而且呢这个曾仲明啊 对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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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察地形 以为汪精卫一家人就住在对街的那个房间 结果没想到那天晚上 汪精卫跟曾仲明 曾仲明晚一点来 跟他换那个房间 汪精卫一家搬到后面的房间 曾仲明一家住前面 住汪精卫的房间 结果特务进去拿这个斧头 这个枪摸错 就把这个曾仲明给打死了 他太太也中了几枪 方军被中伤 然后就回去就报告完成任务 结果后来第二天这个法国情景 就发现这个曾仲明被打死 那个时候汪精卫就认为 这是蒋介石把他逼上绝路 既然是这样 好我就跟你绝练 结果就投奔这个南京 发表了这个一篇的讲话 解释清楚为什么他要跟日本叛阁 于公于私 于国 于这个自己 这个所以这个也是个非常不幸的一个事件 这个汪威政权呢 我觉得我觉得要专门来批一节 请您谈一次 因为这个话题太大 很大 很大 谈不完 我今天今天呢 就是最后一个话题 还是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您讲到这个蒋先生呢 医务人有一些就是不高薪金开阔的地方 这是他自己作为一个军事宠杀比较悲哀的 我们认为一般军事宠杀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手下都是自己的兵 都是自己的将军 我培养起来的 那你不管我是什么人物 你们这些将军们呢 都会听我指挥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像美国西方政府这样的 美国的 我不管你昨天是 在街上卖什么假药的 还是做什么的 你一旦被成为总统了 你就是天然的三军统帅 那么其他的将军们 都要听你这个总统的指挥 对不对 那么这个当时 蒋介石声明名义上是在国统上 但实际上他这个手下所谓的这些将军们 实际上都是从军伐这个格局的时候分裂出来的 后代延伸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将军 是不是这些将军就是说 他统治的这种合法性或者是 用力的这种程度就变得比较弱了 所以这些将军们也未必完全听他的 这个是比较罕见的 一个军事结构是不是 对 哎呀这个 这个 蒋介石 他崛起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到他这个很困难的处境 就是当时的国情 他继承了一个四分五裂的军阀的 北洋的民国 而且他其实他不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 比方讲他北派的时候就跟许从治打过仗 这个跟那个李中仁这些都打过仗 贵气的 但是打仗统一以后 他并没有对这些前军阀处以什么处罚 惩罚的只要你归顺了 只要你这个对这个统一的理念表示臣服了 蒋介石都既往不救的 所以呢但是有很多这种军阀 包括这个后来跑到台湾的阎锡山 他们有各自的出身 他们有各自的地盘 你去北伐的话 像这个西北啊 像这个山西这个阎锡山西北的什么马家军 他们自己平时啊 就从清末到明初 他们有自己的王国 比方讲这个马家军 这个马沾山啊 这个西北什么马家军啊 这些啊 他们平时已经跟那种 那种回民啊 壮民啊 苗民啊 这种已经打过几十年仗了 而且这个是他们的故乡 他们的家乡 所以蒋介石呢 做事呢 并没有做得太绝 就是因为没有做得太绝 他以为他吸收了这个杯酒士兵权呢 在这个历史的教训 只要我们成立一个军事协定 那个呢 就好好说 但是有时候这个人心割成皮吧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黄埔军校的问题 这个黄埔呢 黄埔军校为什么会成为这个蒋介石的 敌系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像这个抗日战争 所谓的74军 是蒋介石的心服部队 一直打造解放战军 都是靠这个74 还有这个第52军 还有第5军 这军长呢 都是黄埔省 黄埔军校的是他的机器 然后这些北伐后来收编的地方的部队 就是飞机系 地方将军领导的军队 都是都不是这个黄埔军校 所以他继承的这个是一个四分五列的这么一个历史的包袱 你叫他怎么样统一这么多的山头 所以呢这个 这是我觉得对蒋先生来说是非常的不幸 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悲剧 很多事情就碰巧跳在一起了 一连圈的这种巧合 对吧 对 如果蒋先生当上领导的军队 是一个完全负责于国家法律的一个军队 这个统杀就是这个统杀 情况又不一样 对 或者说呢 蒋先生就是一个完全的一统天下的军法 也不一样 对不对 再加上还有这个省级 他偏用这个浙江人 像这个陈城 汤安博 吴忠南 还有这个后来的继承代理的这个叫毛人凤 全是江浙人 江浙人的打仗不行的 我认为 是历史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水土 太丰富 江浙的文人 散出文人 散出大才子 但是不是 这个不是一个出军事领袖天才的地方 为什么你要 我们要看到这个战国时代 这些什么春秋战国时代 吴国 越国这些地方 你都打不过北方的 像赵国 秦国 你连山东的齐国也打不过 因为这个是中国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问题 能打战的什么 山东 湖南 还有四川 山西 这些是能打的 但是江浙是不能打的 广东都能打 因为是蛮子 你看这个崇祯皇帝这个什么元崇患 东莞人 他有一股这个蛮劲不怕死 江浙人怕死啊 而且滑头啊 不想死啊 他不是怕死 他不想死啊 每一个江浙子弟在家里 祖传都有几千某良田啊 看他不去读书啊 都是因为家里有钱啊 对不对 他读了很多这种 忠君爱国的思想又怎么样 他想想家里这个乡亲父老啊 就良田千亡 如果我死了 我又是长子之季 我这个家业谁来继承呢 是不是 所以这个没办法 是蒋先生已经 我认为作为一个浙江奉化 这么一个子弟 他跑到东京四关 经过这个日本五四道 这个精神加持 他都已经 这个已经有 这个品牌已经提振了 如果他没去了 这个日本不行 所以这个他没有办法 我只能说中国国运不好 对不对 那您这个今天讲这个江浙人呢 我完全同意啊 那么这个但是呢 您可能没有想到啊 您讲这个江浙人呢 现在恰恰是当今一针的 中运来源 当今一针用的 就是知江新春 这批人呢 很真心于习近平 没有问题 对吧 那么但是呢 这些人的这个管理能力啊 这个执行一个大国的 这个这个能力 好像现在大家有一所 华年江浙人 什么江浙人 他还是文人性格 商人性格 在政治和军事上面 大开大喝 还是不够强 是吗 首先我不肯定 知江新军是不是都是浙江人 我认为是浙江人吗 还是习近平当浙江省委书记的时候 招揽的一些 一些外地来的干部 基本上是浙江人 因为这个所谓的浙江新军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还看不到有这一支军队或者是这一支精英啊 经受重大考验的时候 我们没有看得到第一没打过仗啊 第二的行政管理方面啊啊到目前为止啊也看不出什么特处之处 特处之处对不对啊 所以呢就也也也只能够说我说这个江浙人啊江浙人是作为啊作为这个文字文人啊文文人的大臣啊 作为这个甚至作为丞相啊这个是很好的啊 比方讲的那个光绪皇帝的时候他那个他那个那个老师不说翁同和翁同和最多是主战主战你去打啊 他跟光绪皇说打打你去打好不好 是这个是长熟人嘛对不对 曾国范那个是这个湖南嘛对不对啊 后来这个林彪是湖北嘛对不对啊 你看这个什么华中野战军啊啊还有这个什么邓小平 刘邓大军啊啊这些彭德怀啊 诸德啊四川人嘛有哪一个是江浙人什么像是不行 软绵绵的 周恩来就是就是江苏淮岸啊白遍书生结果到追忆把军权乖乖的交出来啊周恩来知道他自己不会打仗 在白区里头啊唱个小白脸啊跟人家合合茅台 这诸葛亮可以 你叫他真的去带兵打仗他他自己承认啊我比不上毛主席 对不对 没办法中国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我说中国人有一个庞大的民族的共性 但是不同的省级有不同的区域区域性 加起来他做一个盐黄盐黄子孙啊 这个庞大的集体啊他有一种民族的共性 但是东北人跟那个南方人不同啊 广东两广的跟这个湖南又不同 两湖的又跟这个四川的又不同 所以这个中国人本身这个民族是一本非常不大精神的书啊 啊要我们要从上下三千年从不同的人才啊奴才啊 将才这里头去分析这个中华民族的一些气质跟一些性格啊 嗯好啊今天就请教您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啊看看可以讨论这个汪威政权是怎么回事 汪精卫先生是怎么回事啊对对对这个呢汪精卫政权虽然在任短短的 从1940年3月到1945年啊但是他里头有很多复杂的地方 而且都被过共两党啊当然成王败口啊都把他变成的采成地底泥 而且每一个人都是汉奸啊这个呢面谱化实际上他们也是人也是人所以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详细分析一下 不但是人呢而且我看到他们被取决之前写的诗词和他们的表现很像这个阴行就义不像一个呢 提求生命的人对吧首先从汪精卫这个人的性格来说我们要读文学读戏 一句要了解人物性格他青年的时候这么不怕死这么爱国 然后在中年以后变成卖国汉奸这个人的性格前后不统一啊你知道吧 当然人呢人呢在年轻跟中年跟老年是会变的 但是绝对不会这个变成南辕北侧的这么样是分裂的 这个是不可能的啊对如果他是这样变的话我们要从足够的史料资料里头去解释 他是不是神经病啊是不是二十几岁的被车撞了这有可能对不对 然后性情大变啊所以呢要解释 这就是要对汪魏政权做出一个全面的评价要从汪精卫这个人物性格着手 对非常好我们呢有幸的访问到了这个汪精卫的后人啊 有啊他们生活在这个美国的清泽西清泽西对对对 正好我们访问到了那么下一个星期我们请再来听陶先生的告诫 谢谢陶先生不敢不敢好谢谢谢谢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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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gjinnews.com 推特atmingjinnews 脸书facebook.com 打开明镜电视每次都是 这次是